風火輪不是站在輪子上面嗎 怎麼站在輪子裡了 然後賣家回他 你怎麼不問為什麼沒有火 你怎麼不去吃老婆餅 看裡面有沒有老婆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B隊 又來到我們的淘寶好物時間了 今天呢為什麼我要穿護膝 因為呢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是這個 在淘寶賣這很好的一個叫 風火輪的東西 它要價大概三百四十九人民幣 大概台幣一千五左右 有一點鬼 它好像是沒有電 你要自己去靠平衡去溜的 看了一下那個網絡上面的評價 所有都是父母買給他們的小朋友玩 然後他們好像都溜得很上手 因為我怕我摔死 所以我還是帶了護墊 我們來試試看吧 一台 喔很重耶 嗯 就只有這樣 也沒有說明書 就是兩個風火輪 看一下他們賣場上面介紹 上坡能達到什麼速度 回答這不是電動的 你只能一直往下滑啊 這個一看就很難學 沒有一點基礎搬著要學多久 平衡感好一點的很容易會 風火輪不是站在輪子上面嗎 怎麼站在輪子裡了 然後賣家回他 你怎麼不問為什麼沒有火 你怎麼不去吃老婆餅 看裡面有沒有老婆啊 穿這個摔到喜歡的男孩子 懷裡他會心動嗎 有沒有教學啊 他其實 應該是可以拼在一起的耶 然後也可以分開來 比較厲害的是他這個 輪胎的部分 是不用充氣的 蠻順的 目前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抹久了 因為 胎穩一定會慢慢變平 可能使用的還是有一定的次數啦 這個是剎車點 黑色的 就是你可能 我扣 我也不知道耶 我第一次錄這個東西 我平常錄的都是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什麼啊 我先要去扶手區 在這裡 等一下 好好好 我們先學會走路 腳回來 這樣嗎 不是這個 不是平均的問題 這個是 髒品的問題 因為我本來想說 就有時候我就懶得走路 我可以用這個直接錄 還是我 我有什麼東西沒開到嗎 好像也沒有啊 這太難了啦 我一定要 溜到你那邊去 對 這到底要怎麼溜啊 我來看一下 人家怎麼溜的 要先這樣 往內轉 手打平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一部動畫叫做 飛輪少年 他們那個AT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個感覺 喔 你們兩個 要是我 要是你 要是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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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 好難 我們要做整次 降路沒問題 因為我是會玩滑板的人 所以這個 應該要比較簡單啊 你來 你來 去 不是啊你這樣沒有辦法弄自己的手腳 他就說要平衡啊 好嗎 快點站起來嚕 屁啦 終於跌倒了 我們先學怎麼站立好了 很累耶 這什麼好物啦 爛死的一星爛屏啊 好 我要溜溜溜溜 怎麼溜 這個比溜冰還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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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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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錄不起來啦 我覺得這個我們來 大放送好了 如果在底下留言的話 你們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這個 沒有火的 作火輪 然後你們可以回去自己錄錄看 看說 你們能不能錄得起來 我真的每一步都有照著官方上面的動作去做 但是我就是滾不起來 因為它這個真的太 怎麼說 輪子太平滑了嗎 我覺得這個拿來當啞鈴 我們今天看一下是不是到這邊吧 好 那記得在底下留言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我們的瘋火輪 很難溜的瘋火輪 看你能不能成功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並在底下留言 才有機會可以抽獎 也記得要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新影片上次通知喔 我們下次見 Kazamita 生命編 掰掰 我們今天拍這集在幹嘛 Kazamita